这个焦麻鸡我挺喜欢吃的 你也尝尝 我自己来吧 风景真不错 环境也挺雅致的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呃 是关于癌症晚期犯人的事情 慈喬他们从看守所回来 告诉我一件事情 犯人周德义临死前 把他的器官全部都捐责了 我挺好奇的 所以 就查了一下周德义的背景 那这个周德义家里还有什么亲人吗 他只有一个老母亲 可是在他诊断出癌症晚期前刚刚过世 当年周德义考上大学的时候 那是他们村全村的骄傲 可是后来成了阶下囚 老母亲也就跟着造人白眼 我想 周德义一定是希望他的母亲 风风光光的 可现在这个结局未免 我认识一些公益组织 明天我就给他们打电话 把这个故事告诉他们 好啊 好心人还是很多的 会有人帮忙的 好 那就谢谢你了 这是我擅长的领域啊 我 我 没什么的 你说 我一直都认为你们这个 所谓的公共关系部门嘛 就是 公共关系 不就是人和人的关系吗 哦 哦 来 零 零